请收看,维新世界,用心看台湾,全民健康保健。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丽的权利,当外在保养已经无法维持的时候, 许多人都会借由医美抗老项目来辅助,达到自己理想的样子。 但现在医美诊所这么多,疗程又琳琅满目,该如何对症下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疗程呢? 今天全民健康保健节目,特别邀请到达文希美提医学美容门诊中心的院长,黄永昌黄院长,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聊聊目前最受欢迎的医美排行榜。 黄院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现在我们同事最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医美的项目里面的排行榜。 医学美容做最多的,我们这样就不讲雷射,就是微整整形方面大概就是肉毒杆菌做的最多。 肉毒杆菌做的最多。 是。 这个肉毒杆菌,在我以前都会想说,这肉毒杆菌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但肉毒杆菌它本身上是个细菌。 嗯。 过量的话,事实上在腐坏的或肉上面会有。 对。 太多的话真的会致命。 嗯哼。 可是它是一种神经毒素。 它的作用就是它会阻断肌肉的收缩。 所以基本上,以前他们就花在生物科学的进步,它就会。 我会把肉毒杆菌的毒素,就把它提炼出来。 嗯哼。 然后呢,就把它制造成粉状。 把它做成粉状。 对。 所以它不是肉毒杆菌本身。 嗯哼。 它是它的毒素。 哦,这只是粉状那一部分而已。 刚刚已经增过纯化了。 那它一个相当小的剂量。 不会造成性命危险的剂量。 嗯哼。 其实最早以前的治疗,它是在治疗那种眼睛抽搐的。 诶,不是的。 诶,不是的。 对对对。 他们就在那边打在上面。 嗯。 因为他们是后来提醒了,打在上面。 就或者让它,诶,打一打。 因为肌肉就不会这样不自主的收缩。 就改善了。 可是改善了以后才发觉说,哇,那边的皮肤变得。 就不会动了。 诶,变得好亮。 变得好亮,皱纹不见了。 后来才想说,诶,那这个除皱的效果,它打到别的地方会不会有相同的效果。 啊,一打,果然皱纹都不见了。 啊,所以就从此以后就变成医学。 在医学美容界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诶,这不就误打误撞了。 是啊,医学上很多东西都是误打误撞。 就像威尔冈的话,你也是误打误撞一样。 对,那这个肉毒杆菌它,照您刚才讲的话,它是可以除皱的。 除皱的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运用在这个医美上面的话,除了除皱的部分,它还可以运用在哪? 其实在医美上当然最主要还是除皱。 比如说像这个抬头纹啊。 我有。 嗯,皱眉纹啊。 我也有。 音乐纹。 呃,快要有了。 最常见打的都是这三个地方。 因为打了以后它就,纹路就消失了。 其实像我刚自己打了两个礼拜,我这边已经不见了。 而这边还是会有,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 对对对。 所以一般皱纹差不多三到四个礼拜效果会发挥的最好。 它是直接针打在这个纹路的上面吗? 哪里皱就打哪里。 诶,是哪里皱就打哪里。 它的那个皱褶的部分就直接把它打下去。 对,因为它是最好是肌肉的缩缩造成了纹路嘛。 嗯嗯。 我们就让那边的肌肉不缩缩,啊它就不会有纹路。 嗯。 所以它附带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不会一直缩缩。 所以它的保水度就会很好。 嗯。 就变得亮。 哦,没有一直的在消耗它。 对,所以它皮肤就。 所以相对这边,看这边皮肤会比较亮一点。 嗯嗯嗯。 就是没有在一直在说,没有把它挤掉。 嗯嗯嗯。 它皮肤不动,它保水度就好。 嗯嗯。 所以相对它就是会又可以保持就, 打至上多打几次。 哦,就像同样,我常会举例说, 两个双胞胎。 嗯。 一个有打一个没打, 几年后两个会不一样。 一个有打一个没打。 有打有在打。 嗯。 肉肚感菌的人。 就没有在打。 就算是有在做微整形跟没做微整形的人。 就是肉两个双胞胎。 这样五年以后两个会看见。 一定不一样的。 对。 那就是跟一个有保养一个没保养的意思一样的。 就像肉肚感菌有很多人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 那我不打这样是不是会垮得更厉害。 我说不会。 因为你打就是在动你。 因为这段时间你又没有在动。 这边反而它保水度各好的话, 它的维持度会更久。 嗯嗯。 所以这个这个是。 就跟我们的呃肌肉一样。 你常常去动它。 它就会有比较快速老化的现象。 你常常去动它。 对。 肌肉是这样子。 因为它到底上肌肉当然有时候电断是比较强壮一点。 嗯嗯。 那可是在我们美学上, 就不需要不希望它肌肉动得太厉害。 对。 动得太厉害就是纹路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每次在讲话的时候哈。 脏嘴讲话其实这边都有在动。 是。 对。 包括有时候讲到一个激动的地方还会调个眉。 哈哈哈。 所以一堆的皱纹全部都出来了。 一直这样子累积累积。 真的很麻烦。 对。 对。 那我们这个施打这个肉毒杆菌会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 风险就是要注意啊。 其实风险是不大。 嗯。 不过就是要打有两个地方可以注意。 一个打眼睛周围。 一个打嘴巴周围。 嗯哼。 因为我们眼睛的附近的是很多肌肉构成的。 是。 比如像我们打抬头蚌, 事实上大概就是有一个这一块肌肉而已。 嗯哼。 座蚌蚌就是这块肌肉而已。 是。 鱼蚌蚌就是这块肌肉而已。 可是眼睛周围跟嘴巴周围。 很多肌肉。 嗯。 所以我现在我打在这上面, 可能这块肌肉不动而已。 可是我打眼睛的时候。 比如说我打在这个, 同样打在这, 两边打在一样。 可是它可能轻换了。 它去造成作用的。 肌肉的作用成果不一样的时候。 可能是变成两边眼睛大小就不一样了。 哦。 所以打在嘴巴。 比如说我同样打在这边, 再打在这边。 啊可是因为肌肉有些它进去刚好这边是。 碰到两条两三条肌肉。 这可能一条肌肉而已。 嗯。 就那个嘴巴就歪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 施打的人就是自己要, 我们医师自己就知道, 可能会有这个结果就要很小心。 嗯哼哼。 啊真的碰到了, 就等时间。 因为它会在。 三到四个月它就代谢掉。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的病人有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说, 我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 对而且就像抬头蚊。 嗯。 抬头蚊事实上年纪太大的人, 在打我们就要很小心。 因为它都已经靠台, 靠这个再拉抬它的眼皮了。 嗯嗯。 比较它是眼皮已经掉下来了。 是。 它都靠这个再拉, 可是它自己不知道。 嗯。 它都它自己不知道, 它其实已经靠。 所以为什么, 这边的抬头蚊会越来越多, 年纪大越来越多。 因为它是有一部分是要拉我们的眼皮。 啊如果说它说, 啊我不想用这个抬头蚊。 好你把它打了, 抬头蚊不见了。 它拉的力量也没有了。 这时候它可能过两个三个礼拜, 就跟你想说, 医师我眼睛看不到。 垂下来了。 对。 不然我就好重了, 没办法看到东西了。 对。 因为它原本都是靠这边在用力, 一直在支撑。 对。 然后你现在让它没感觉了。 对。 它就自己就掉下来了。 诶,这样也很麻烦耶。 是。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有打的方式也要改变啦。 嗯。 像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们打少一点, 但是要跟我们的客人讲, 你可能要多打几次。 你不要一次打那么多。 啊别人可能要打个半年打一次, 你说不定可能三个月就要打一次。 那一次的剂量都是怎么计算的? 呃, 计算的话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地方大部分, 譬如说我们打一个部位, 应该有几个单位, 都是固定的。 嗯哼。 我们大概我们自己一四打九大概知道, 我这个要打几个单位, 他要打几个单位, 我们就用这样子打。 那譬如说这个人, 我希望他不要拿那么多, 我会把剂量再减半这样子。 但是我们打肉乳感菌的话, 这样子通常可以美美的维持多久? 诶,平均是半年。 半年的时间。 对。 可是说半年不是说我今天打了要半年后, 一觉醒来本来半年, 昨天还好好的, 那天天就, 太神奇了。 他说三四个月以后就慢慢消掉, 慢慢消掉,慢慢消掉。 我讲的是半年, 就是半年以后大概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嗯哼。 大概是半年。 可是呢,我们有天选之人, 曾经打了以后, 他8到10个月他都还维持得很好。 你知道他是刻意去避开一... 没有,他就是很奇怪, 就像我自己的话, 都差不多4个月而已。 嗯哼。 因为我肌肉很强。 像我在抬头, 事实上我这边肌肉是很强的。 你打的话你就没办法撑那么久。 那一个人每个人自己对代谢不一样。 所以, 事实上就是说, 为什么市面上也有不同品牌的肉乳感菌? 嗯。 因为有些人体质可能对这个效果比较好。 但对这个品牌可能效果... 同样是肉乳感菌科。 因为里面的成分会不太一样。 可能对这个品牌, 他又觉得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 不太一样。 但平均啦, 平均就是半年。 我很好奇了, 这个肉乳感菌是怎么来的? 它就是一种, 就是从肉乳这种细菌里面培养, 把它毒素培养出来。 就一般的肉类吗? 不是,细菌, 肉乳感菌。 就是肉乳感菌这个菌。 但是这肉毒感菌要去哪里找? 像这种普蘭的肉, 你不要随便吃。 对嘛,说还是肉。 就是, 其实类似很多都可以培养。 它培养出来的。 对对对, 就是已经找了。 其实现在实验室, 他们都各种菌, 比如说, 这个菌, 比如说霍乱或天荒, 我不见得要去哪里找。 可是我们这都有一些, 基本的菌都已经培养在那个地方。 我们需要再把它拿出来培养在, 就可以了。 那您刚才讲说, 这个厂牌不同, 它是因为它的取得的来源不同? 还是说? 因为每家公司制程不太一样。 每家他们, 譬如说我在培养, 培养这个东西, 用的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就是我在过程, 我加进去的东西, 我让它稳定性的东西, 可能会不太一样。 哦。 那基本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肉土杆菌素, 这种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今天又学到一样了, 肉土杆菌素, 其实它是粉状的。 这制造出来给我们是粉状的。 对, 制造给你们的是粉状的。 那我们是, 我们要加生理时间水, 把它唤醒。 把它叫醒。 把它毒素, 其实也不是, 就是把它毒素让它可以。 那它那时候是已经被冷冻了吗? 对对对对, 它就把那些毒素, 把它冻精状。 嗯哼。 那平常我们的冻冻, 那需要用的时候, 我们把生理时间水进去把它融化, 它就, 它的活力就会出现。 嗯, 这个肉毒杆菌, 我很好奇的就是, 施打前施打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照片, 可以让大家来欣赏一下, 对照一下。 这个就是施打前嘛, 啊, 纹路很多, 施打后, 没有纹路, 真的就变亮了。 对。 所以这个除皱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好。 对, 那这个是我本的。 抬头纹。 啊,这是您哦。 以前啊, 纹路非常多。 我都想说我, 我肌肉很强, 打完以后就变成这么亮。 那我现在是, 它才两个礼拜而已, 所以跟这个还是, 还没完全达到这个效果。 哼, 四个月。 对对对对。 维持四个月。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就会, 就会比较不一样。 对。 另外就是说, 你可以, 其实像, 有人在打那个咬肌啊, 咬肌。 咬肌有些人, 就像腮帮子比较大。 腮帮子比较大。 那国字脸。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 打这个效果也很好。 变小。 瓜子脸。 哦, 国字脸会变瓜子脸耶, 这真的是magic。 哈哈。 因为以前哦, 我们就说, 韩国那时候很风整形的时候, 他们只要稍微大一点, 都抓去削骨头。 对。 都把这边削掉, 因为人家打到瓜子脸。 是。 其实事实上我们发觉, 很多根本就不是骨头造成的, 它是肌肉大。 就是真的, 腮帮子这边就比较厚。 所以我常常会跟客户讲说, 客人讲说, 那我怎么知道我吃这个。 我说你就咬一下, 用力咬, 看你肌肉会不会鼓起来。 如果你一咬, 就鼓起来这样子, 鼓得很大的话。 啊, 你不咬就比较松松下去, 这代表你这块咬肌的肌肉很大。 我们可以靠揍住感觉把它打得让它变小。 对啊, 你没有这个。 我没有。 甚至我们有些吃檳榔的人啊, 吃到这么很大, 不然他戒掉以后他就说, 哇,这我这太大我没有办法改善。 打一打, 他就, 真的, 有的人一直都是在咬和咬和的动作, 做的太多了。 咬口香糖, 咬檳榔, 咬什么东西这样子。 摩哑。 这块肌肉比较大, 差不多要一个半一到两个月才看得到效果。 但是很多人就会跟我们讲说, 别人都说我最近瘦了。 哈哈哈, 因为脸变小了, 变V字脸了。 其实他自己是心里很高, 他说没有啦, 没有,我哪里了, 其实心里很高兴。 对,因为我只是去动了一点点, 微整心而已。 对对对。 那这个我听说, 照这样子讲说, 脸大会变小。 那我上次有看到一个情况就是, 这可以打在你的萝卜腿上面的。 可以。 瘦腿。 他真的就是瘦腿了。 因为他打下去肌肉就, 因为他原理也是一样, 打了以后让肌肉不动。 嗯。 比较不会动。 那不可能完全不动, 比较不会动。 比较不会动, 他就, 就会变小。 你像一个人生病, 躺在床上三个月, 他肌肉一定萎缩。 对。 那我们打了以后, 他就是, 不是说不能动, 他会比较没动那么厉害。 当然自己也要注意, 尤其打小腿的人。 嗯。 你就不要再, 我还要去爬山, 我就跑步还去跳舞。 那就没办法。 就像我们打咬肌的人, 我们跟你讲, 你不要去嚼口腔弹。 不可以再做这些动作了。 你不要再做这些动作。 你除作, 用肉毒杆菌除作了之后, 千万不要, 老师用抬头, 抬头文这样。 然后不能笑得太严重, 不然鱼文文又跑出来了。 但是这没有关系啊。 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因为你打了肉毒杆菌之后, 他还是会被你吸收掉。 还是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这, 这根本的保养会比较, 最终的保养会比较OK一点。 就是我们从前面可能, 就是你自己都要特别去注意这些。 然后加强保湿啊。 然后那个, 动作不要太多。 当然是这样, 你这样讲是没错, 不过有时候有些肌肉是先天的。 对啊, 这个很难控制耶。 先天的就很难。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肉毒杆菌, 这是第一名喔。 最盛行最盛行。 第二名是什么? 就是玻尿酸。 这个词我们常常听到。 其实我们周遭很多,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 痴的玻尿酸。 对。 那这个痴的玻尿酸, 跟我们医美所用的玻尿酸,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玻尿酸是这样子, 我就是, 当我们是一种填充物。 嗯哼。 所以其实像, 刚刚您, 我们刚刚讲的肉毒杆菌, 很多人就问我, 那肉毒杆菌跟玻尿酸,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等一下讲了大家就知道, 肉毒杆菌就是让它不要动。 嗯哼。 让它变亮, 除皱。 嗯。 可是你玻尿酸就是说, 我哪个地方不够, 我要把它填, 饱满一点。 比如说, 有的人的额头, 比较凹陷的部分。 气功啊。 嘿。 下巴不太够啊。 那这边。 对。 法令文。 哼。 哦。 所以玻尿酸, 我们就称它为填充物。 对。 碰起来的。 对。 让它bling bling的。 对。 马上打马上, 效果马上出来。 如果不感菌, 可能需要一段作用的时间。 可能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有人到一个月。 那可是, 玻尿酸就, 反正我打哪里, 它就喷起来, 马上就有效果。 立即。 是。 哦。 那这个难怪会有, 这么多人, 想要马上去实行它, 去捉它。 对啊。 这个玻尿酸, 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 应该说, 撑住我们脸的,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啦。 哦,对。 哦, 其实最主要是个玻尿酸嘛。 它有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还有我们纤维。 皮下的一些纤维。 筋膜。 嗯哼。 把它撑在这个地方。 那, 有些人会, 还有脂肪。 把它撑在这个地方。 嗯哼。 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 垮下来。 他就是因为这些都慢慢消失了。 所以, 所以年轻的时候不会有泪沟啊。 年轻的时候不会有法令纹啊。 啊不会, 然后, 有人说, 我年轻的时候这边很饱满, 怎么现在就, 年纪大就慢慢消掉了。 因为这些东西慢慢, 退缩了。 慢慢消掉了。 甚至于说我们的骨头, 慢慢吸收了。 我们骨头事实上, 本来年轻的时候这么强, 慢慢也会变小。 嗯哼。 所以这整个撑不住, 它就垮下来了。 所以玻尿酸是其中的一个成分。 嗯哼。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说, 既然你流失, 我就把它打进去。 就把它撑起来。 帮你补充进去。 对。 所以现在您刚刚问的, 玻尿酸大概, 其实它就是一个凝胶状。 嗯。 像个凝胶一样。 对。 因为我常常用那些保养品啊。 他们都很标榜说, 里面含有玻尿酸的成分。 对。 那其实那个保养品, 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黏黏稠稠的感觉。 比较好吸收。 嗯哼。 就直接你在哪个地方需要, 我们就直接打在那个地方。 像这个有纹路的法令纹啊, 然后也是一样在这个线上打下去吗? 对。 哎哟, 打下去之后, 他们立刻就烹饪起来了。 诶, 就没有线了。 对。 我那天看到, 为了看这个法令纹, 我突然看到有一种纹路叫做木偶纹。 对。 我很好奇耶, 木偶纹到底是长在哪里啊? 那木偶你就看什么? 那木偶嘛, 对不对? 他们为了讲话, 不是有一块再会动来动去吗? 噢, 活动的这个地方哈? 这两个, 所以事实上我们来, 很多人来会跟我们讲说, 我这边就纹路跑出来很讨厌。 好像这个年纪会比较大一点点, 啊然后瘦下去的时候就会。 对,这边这边就。 一般也是像牙齿也是萎缩了嘛。 嗯嗯嗯。 全部都撑不住它就这边就, 对。 嗯嗯。 这边就下来, 所以这边, 这边都是。 法令纹, 然后木偶纹, 对,事实上是。 鱼尾纹, 抬头纹, 然后这个。 皱眉纹。 皱眉纹。 诶,有的人鼻子上会有纹耶? 对,皱鼻纹。 皱鼻纹齁, 对对对,刚刚皱起来的这中间, 就会有。 哦还有嘴巴这边也会有。 对,因为那个, 那个就是羊婆婆纹嘛。 诶,对对对对。 那也是因为就是, 牙齿,牙齿萎缩了很多。 嗯嗯嗯。 那这边, 这边里面的肌肉里面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那肌肉还在动的时候, 就纹路就跑出来。 你只要想到, 能让它膨起来的。 这个就是玻尿酸的, 这个是填充物。 对。 那它除了就是说,呃,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纹路, 让它膨起来之后, 通常我们大家都会想, 把玻尿酸打在哪里? 就。 除了法令纹, 这个我们知道的。 那就鼻子啊,三根啊。 三根。 哦,有的人会觉得它的鼻子不够挺。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如果看到人家说, 做鼻子都是把它, 那好像是开刀吧。 开刀把它做,做高高。 对对对,它是做做夹体, 放夹体在里面。 嗯哦。 开刀。 那现在可以不用这样子做? 对,大概是不一样啦。 嗯。 那个家庭, 第一个它持续久嘛。 第二个它硬度比较过, 一定会比较那个嘛。 嗯哼。 但是有些人都不想开刀, 或者是, 其实它鼻子很漂亮, 只是三根不够高而已。 它鼻头很漂亮, 三根不够, 那就打一下三根, 就把它撑起来。 对,因为有点三根的话, 感觉脸比较立体一些。 而且眼睛会变大。 对。 因为打起来以后, 会把眼睛往中间拉。 嗯哼。 把这中间往中间拉。 是。 眼睛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那就是, 呃,我们刚刚讲说打三根, 然后, 就跟龙鼻一样嘛。 对,对。 然后, 我们的夫妻宫。 夫妻宫。 凹陷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然后下巴, 下巴补漂亮。 诶, 还有, 我没有。 苹果肌。 对。 很多人都去打苹果肌。 对。 我没有。 我没有苹果肌。 你苹果肌是这样, 是在这个地方嘛。 它是因为这边凹陷。 嗯哼。 如果这凹陷, 再加上眼睛又比较没有脂肪。 这看起来这边都是凹的, 他觉得比较没有精神。 哦, 他就要让它立体起来。 把它打起来, 砰起来以后就。 砰起来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布尿山也是像我们肉组杆菌一样用。 对,用针。 现在装在凌胶就装在装在里面, 就直接这样打进去。 但是它可以持续多久? 这个又牵涉到我要打在哪个地方。 哦, 跟肉组杆菌一样意思。 对, 也当然不是。 譬如说我要打细纹。 嗯哼。 我要打这个眼下的细纹, 或者打这个纹细细细效的, 我必须要用很细的针, 而且那个玻尿酸那个必须要比较细。 它分子很细。 分子很细。 对, 不能太硬。 嗯哼。 比较软。 如果比如说我要打鼻子, 或者是呼气功, 或者下巴, 我要用分子比较大的。 因为它撑得久, 而且它就是只是一个量把它撑起来。 嗯哼。 所以基本上, 像这种大分子的, 有些间结, 它在制作间结比较强。 可能是有些, 差不多两年左右。 刚讲如果说眼下细纹, 其他打那细纹, 因为你不能太粗, 你必须很细, 而且打进去你要能够调整的。 嗯哼。 差不多三到六个月就这样子。 哦, 所以它每个部位能够维持的时间也不同。 那分子大小不一样, 还有间结也不一样, 它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嗯哼。 那我们去打布尿酸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 其实现在就是说科技很进步啦, 那现在的布尿酸, 只要你是一个合法的诊所, 合法的肠, 大概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哼。 就不要去接受一些像以前, 很多老艺人打那个矽胶。 嗯哼。 打到现在很多人在这边, 都一颗一颗一坨一坨的。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吸收慢慢消化。 然后就往下跑。 哼。 因为打在这边很漂亮, 慢慢跑跑跑跑, 跑到这边你就全部都在这边, 所以很多老艺人啊。 嗯哼。 这边都一坨一坨。 但是没有办法救吗? 开刀也很难把它弄得干净。 哦, 那说实在是以前的一些, 呃, 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技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办法吸收, 就一直往下跑跑跑跑到这边就。 哎呀, 真的是。 那我们还好, 还好我们, 我们不是身在以前的人。 我们在现代哦, 真的是太棒了。 那, 呃, 除了这个, 就是说, 在施打的部分。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在这个品牌上, 也都是非常的, 专业都有, 有一个合格认证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好, 那, 这样子他, 他就是要用一个, 呃, 快乐的心态去, 去面临去接受。 对啊, 其实我们, 尤其打波纳酸啊, 科技打完就很高兴了。 马上看他脸上就, 哇, 这样子。 这是立即可以展示, 因为马上可以看他报告嘛。 对。 他本来就说, 我鼻子都不挺, 哇,鼻子挺浅。 马上看到效果的, 真的是太好了。 他现在去打下巴, 打一打, 突然下巴就跑出来了, 我一辈子都没下巴什么, 所以突然就这样子。 科学的选择医美, 理智的选择医美, 才能让科技来帮助我们, 延寬青春咯。 再次感谢达威西医学美容院长, 为大家带来详尽的介绍, 让我们更了解, 什么是专业的医学美容。 谢谢黄院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全民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